音音 本来送你东西 我应该亲自拿过去才对 不过 我觉得你还是过来 试穿会比较好 大嫂买了衣服给我 不是 因为我怀孕了嘛 可能很多衣服穿不了 所以就想送给你 不过很多衣服 我只穿过一两次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的 给我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 在衣帽间 就是这几件 你看看 怎么样 很漂亮啊 谢谢 我再找一找 那边可能还有一些 你先看一下 盈盈 你知道这个衣服吗 好帅哦 这衣服谁挑的 你挑的 我当然知道是我挑的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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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这件衣服是我老公的 这件衣服是我老公的 但不是我送的 你知道是谁送的吗 嗯 嗯 嗯 不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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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衣服是我老公外遇的 那个女人 这个衣服就是她送的 怎么不丢掉啊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我那一把一眼无趣的老公 所外遇的女人到底是谁 所以我想留着她 一辈子记住这样的屈辱 跟伤害 你不会认为我是 很可怕的女人吧 你不会理解 因为新语言里只有你 不过你不要误会 我老公也只是那一次而已 你知道当时被我发现 她怎么跟我道歉 她跪下来求我 她求我原谅她 喂 老公 你在楼下 好 我知道了 我换个衣服马上就下去 我老公 我老公 她说要给我惊喜 不知道要带我去哪儿 我也差不多有事准备要走了 等我换完衣服 我们一起下去吧 被再紧轰 你说你有build的 和尸串今天也跟你说 那个医生被她告诉你 按 LIKETANA 不肯肯そう 你这样想说 还有一席 揭手 对 打个衣服 Mr. 她现在变得真的好体贴 老公 我们送盈盈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了 你们玩得开心一点 先走了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突然间这么周到 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还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这女人啊 不够体贴会抱怨 体贴了吧又觉得可疑 女人真难伺候啊 你说我老公平时这么忙 突然间开小差 要带我去吃饭 换成别人也会认为你是有鬼吧 谁啊 谁这么唯恐天下不乱 我告诉你啊 这种人不要跟他们来往了 对了 我跟盈盈聊过天 我觉得她好像真的忘记江一峰了 我之前还担心 她跟西宇要怎么生活 不过现在我觉得 她好像真的很喜欢西宇 你说那个江一峰 已经结婚了是吧 对啊 对啊 也不知道她跟现在的老婆生活得怎么样 你说她会把过去的事情告诉她老婆 又没有联络啊 我怎么知道 也是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我那一板一眼无趣的老公 搞坏遇的你们到底是谁 所以我想留着她 一辈子记住这样的屈辱跟伤害 大嫂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些 难道她真的知道了 妈 老公 你这是 是 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没有离开 一直陪着我 帮助我 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你也能一直陪着我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曾经做过 而且我也没有忘记 当时的你有多受伤 都过去那么久了 干嘛突然提起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放下 那么 如果我想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她叫什么名字 你会告诉我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已经过去了 我在乎的是现在 在乎的是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 既然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就应该忘掉过去 我希望你能做到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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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